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不知不觉我已经在国外这种环境下生活了半年 相信各位小伙伴们到了国外之后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国内用的网易与音乐基本上就用不了了 就是当你双击你想要听的歌的时候你发现是播不了的 然后很多歌它都是灰色的 那今天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方法我已经使用了大半年了 它基本上非常好用 然后也非常简单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浏览器插件 只是要每天打开一下它 然后它就可以继续用 我们来试一下 那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现在 我的网易与音是基本上用不了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就剩下一些没有版权 那歌可以继续播 其他歌基本上就播不了 那这个问题在手机端啊 在iPad啊 或者各种终端上其实都是用不了的 那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 装一个浏览器的插件 这个浏览器插件叫做 Net in Houston World 这个地址呢 安装也非常简单 就是要从这个地址上面装一下 然后我现在已经装了 我就不装了 然后我们重新打开 打开这个网页端的网易与音乐 然后这里我们需要稍微登录一下 就是登录一下你的网易的账号 其实现在也是已经可以听歌了 但是因为你要是想所有设备都可以听的话 那这里呢你就要稍微登录一下你的账号 然后呢用这个 现在我们是 开了这一个 它红色的话呢就应该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现在这时候 其实所有歌它基本上都可以听 我们 我们现在歌单的话呢 也基本上是 所有的歌它都不再是灰色 那现在呢 我们只需要稍微播放一下 随便点一首歌来播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网页关掉 这时候当我们重新把这个 网易与音乐重新打开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 你自己的所有歌 它都基本上恢复了以前可以播放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这个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你的IP地址 只要是在国内出现过一回 那基本上24小时之内 你都可以继续去听 继续去使用这个网易与音乐 但如果超过这个24小时 这个好像是 因为因为我用这么长时间 我当然发现就是24小时之后 好像就是基本上会有些 一部分是零 然后你只要在24小时之后 重新打开一下这个浏览器的网页端 重新点一下 你就可以继续用 然后现在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设备包括手机 iPad上面的网易与音乐 其实是都可以用的 那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用的一个 使用网易与的方法 也已经有很多小伙伴 已经投奔了 那个Spotify 或者是Apple Music 这样的 国外的一些音乐服务商 但是基本上呢 他们都需要 5块钱 还是5美金 还是5块人民币 这个我就不知道 但是呢 相信有很多 国内已经有很多 歌单的小伙伴来说呢 这个网易与音乐的方法呢 是更加的快捷方便了 也就不需要去重新导入歌单 重新去购买 取费这种问题 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给我点个赞 投币收藏 加关注订阅 好,谢谢大家 非常简单 希望大家喜欢